大家好,我是阿七,今天带大家去东京吃和牛 高级和牛专门店,这间店是铁板烧松波 店是大约有40多年的一个历史,在前厂附近 今天我们点了一个是宫崎和牛120克的套餐 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这家店是非常有名的一间网红店 牛肉一般我吃七分熟比较多,今天也是让店转锅做一个七分熟 首先它是加入了一个黑胡椒,然后就开始一面的烤 这间店的地角还是OK,不是很偏僻,而且总共有三层 一层专门是散客,二层是有宴会厅的 现在咱们主厨把我的肉切出去一小部分 这小部分它又分得很细切碎,然后分开烤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铁板烧,其实最主要的呢 是喜欢听它的这个煎烤的这个声音 现在已经是一面已经熟了,主厨已经翻过来了,要烤另一面 这一面我们的大厨要加上一架黑胡椒 大厨看到我在拍,提醒我说马上要开切了 你别忘了拍,看它已经开始切了 很多老铁们,我说日本有很多河牛,比如说神户河牛,宫崎河牛,一期河牛 大家都说自己是高级的河牛,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那我来日本近20年了,也吃过很多这种高级的河牛 凭良心话说,其实我真的没有吃出来,它们什么不一样 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说它们是入口即化 那我们公司的老总就说我的舌头是非常便宜的啊 吃不出来好坏,高级河牛还有个弊端 就是它非常的油腻,要不然也不会入口即化 那看到刚才大厨问我要不要加蒜啊,把蒜太过烤了一下,已经放到盘子里了 下一个就是要加入店里面特制的一种黄油,调味的 它烤好之后就直接加到肉上,再搅拌一下,应该差不多了 还有剩余的那小部分哈,我很好奇它想干嘛呢 接着要把这个豆芽它要在铁板上烤一下 我是很喜欢听这个铁板上烤的声音啊 滋啦滋啦滋啦,它要回头来处理我那小丑牛肉了 然后加上一个特制的酱油式的调料吧 啊,原来它是让一块肉可以吃到两头不同的口味 它竟然用英语告诉我,有三种不同口味的作料 有的时候吧,我在想,这日本人你说 他是,到底脑子是转的还是不转的 不过呢,很多日本人会点英语的话 他都喜欢在外国人面前给你挑英语 接着是咱的主食,呃,铁板炒饭 它这里面放的呢,就是,呃,小鱼小银鱼的哈 然后最终放了他们一个特制的一个调料在铁板上烤 现在已经闻到香味儿了,是非常非常的香 那老铁们我就先尝一口,你们就看,好吧 先是酱油口的特制蘸酱 看着这个肉已经在发光了,怎么样 然后再蘸一些大酱 它们的味噌酱啊,日本人的套餐里面肯定会有蔬菜 这个也很重要,营养均衡是最好的 最后呢,咱先蘸一下它特制的自己的这种盐 老铁们别生气,你们只有看的份 我帮你们吃 疫情过去之后,来日本,你们自己去体验 呃,它这个铁板炒饭吧,味道还可以 但是我个人感觉有点点硬 最后就是一个甜点和咖啡 店里面自家制的这个布丁啊 哎,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我是很喜欢吃 然后结账,大约人民币六百多 好了,老铁们,这集就到这儿了 少了,对吧 假